嗨 享受宝宝们 有一个好东西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不是睡眠不好吗 然后我也经常会看你们给我的一些评论啊私信啊 然后有问我最近的睡眠状态有没有很好 我也一直在寻找很多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睡前泡泡脚啊 然后喝喝牛奶 我看很多很多非常 我觉得都在受用的方法 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小秘诀 一个小神器 就是一个我已经用了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封贝清小清新瓶 它是紫色的虚荫草味 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这个封贝清小清新瓶 一个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它的味道 它是一个虚荫草味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的床单啊真的没有像我们眼看的那么干净 而且我们的头皮每天都会分泌出油脂 但是如果你做不到每天洗头的话 一些头皮蟹啊油脂啊这种那种滋生出来的细菌 其实真的是 挺高的 但是我们肉眼又看不见 然后当时我了解这个封贝清小清新瓶之后呢 它就是可以帮我们去除高达99.9%的细菌的滋生 主要是它味道还特别好闻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你看这是我的枕头 然后我就会每天就是在洗澡之前 我就会用这个小清新瓶这样喷一下 你看大概就离痕这个距离能喷出 看到那个很细很细的 哇这个味道真的太好闻了 就是我喷完之后嘛 它大概过十分钟就可以干了 然后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去卸妆啊洗澡啊 然后回来之后就可以躺在上面睡觉 但是那个味道真的 我就一躺下去就特别有睡眠的感觉 我有的时候都可以不用去喷那种香薰精油的那种了 然后就是让我觉得 嗯 一片薰衣草花田 哎呦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薰衣草了你知道吗 而且它这个味道真的很纯很纯 就特别舒服 哎薰衣草真的特别安实 那真的有的时候你睡不着的时候 你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 顿时就可以把呼吸放的缓慢 就是平稳 然后就可以进入一个很好的梦境 它还有两个味道 一个是这个呃薄荷杜松果 就是那种淡淡的就是那种薄荷味 就是凉凉的我觉得很适合夏天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生姜柠檬草 也是一个嗯特别清新特别清香 有一点点柠檬的这种感觉 所以都是一个特别让我的感觉很安心 很舒适的一个环境 让我有一个很好的睡眠 而且有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生活环境吧 就是确实是我到哪出差都可以必备的一个小神器 分享给你们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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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